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黄河岸边有一村庄叫冯家娃 三面临山,一面临水 是个好地方 村里有个大户人家 家主名号冯来福 因为排行老第三 村里人都叫他冯老三 冯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哥哥 大哥叫冯有福,但却没福气 十年前就患病去世 二哥叫冯大福 但福气却不大,家境一般 只有老三冯来福来了福气发家了 家里有一百来亩地 雇了一个长工三四个短工 冯老三不抽烟不喝酒 不赌钱不嫖女人 而且只有一个结发妻子 从没想过要纳妾 有钱就知道买地 这不,去年遇到好年景 他又买了二十亩地 尽管冯老三也天天下地干活 但一个长工还是有点顾不过来 冯老三虽然家境富足 在冯加拉富裕榜上排名第一 但家里人丁不忘 妻子只给他生了个女儿 就再也没有开过怀 于是,这个女儿就成为两口子的宝贝 真的是寒在嘴里怕话了 捧在手上怕摔了 势如至宝 疼爱有加 专门雇了个老妈照顾女儿 冯老三给宝贝女儿起名冯玉莲 希望女儿像美玉一样漂亮 像莲花一样圣洁 冯玉莲十岁以前还不怎么漂亮 但十岁以后越长越漂亮 现在已经十八岁了 出落得像含苞玉放的莲花 每个人看了都会想起碧月修花 陈瑜落雁这两句话 生在富裕家庭的冯玉莲 当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冯老三专门请了当地有名的私塾先生 教他读书写字 还请了镇上有名的画家教他画画 又请了镇上有名的音乐节教他弹琴 冯玉莲也天资聪慧 一学就会 而且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当然 如花的美貌精通琴棋书画 再加上富足的家境 上门提亲的媒婆 把他家的门槛都提拦了 但由于大多数都是亡库之地 冯玉莲一个也没看上 然而 十八岁还没有婆家 也给冯玉莲带来无穷的烦恼 这一天 冯玉莲在家读了一早上的书 花花弹琴又用了两个时辰 感觉头昏脑胀 就出门来透透气 也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时值春暖花开 看到路边地里的各种野花静香开放 冯玉莲心情也愉悦起来 弯腰踩了一些野花放在鼻子上闻 一股浓郁的香味直沁心肺 于是 便忘了一切烦恼 静止顺路而去 由于冯迦娃距离镇上不远 冯玉莲不知不觉走到了镇上 今日正是镇上冯集的日子 人很多 街道两旁玩砸耍的 卖各种生活用品以及小吃的很多 平日里冯老三和老婆是不允许冯玉莲到处乱跑抛头露面的 所以 见此情景 很是高兴 便在街上转悠起来 来到一处吹唐人的地方 看到首一人手上活龙活现的各种唐人 冯玉莲也想买一个 此时 一个头发梭得油光发亮的男子站到冯玉莲面前 脸几乎凑到冯玉莲脸上 小姐姐 您也喜欢唐人啊 好 我给你买 老头 把这些唐人全给了这位漂亮的小姐姐 要多少钱我付 说着 目光在玉莲身上上下扫描起来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冯玉莲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了一跳 他并不认识这个 看上去大约二十二三岁的男子 你不认识我 我可认识你 你是冯家娃村有名的大美人 今日第一次见你 哥哥就喜欢上你了 哥哥去喝酒怎么样 男子说着就要把玉莲往自己怀里拉 你放手 我不认识你 快放开我 救命啊 救命啊 冯玉莲边挣扎边大声喊 然而 没有人上前阻止男子的行为 原来 这个男子姓邱明三 是当地一个地痞流氓 由于心狠手辣 无人敢扔 邱三见无人阻止 更加肆无忌惮 将冯玉莲往对面一酒馆里拉 任凭冯玉莲大声喊叫 放手 正当邱三把冯玉莲拉到距离酒馆不远的地方 被从酒馆里出来的一个人挡住了 邱三抬头一看 见一个二十来岁的男子挡在他的面前 后面跟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 听口音向外地人 邱三猜出他们是外地人 胆子就大起来 冷笑一声说道 放手 你算哪根葱 敢让你爷爷我放手 你认识这位姑娘吗 她是你什么人 识相地赶紧滚 别惹你爷爷我发火了 吃不了兜着走 邱三从口音判断这俩人不是本地人 就胆子越发大起来 小伙子身后的男人上前对小伙子说 出门在外 别惹事 我们还是走吧 小伙子没听这个男人的话 继续和邱三理论 我虽然不认识这位姑娘 但见不得欺负人的事 你一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 欺负 笑话 她是我的未婚妻 我让她回家 有问题吗 也今天心情不好 识相点赶紧滚 别让我发火 邱三说 他胡说 我根本就不认识她 冯玉莲大声说 听见了吧 人家根本就不认识你 怎么能是你未婚妻 你放了她我就走 小伙子说 你这是找死 邱三说着挥起拳头准备打小伙子 五十多岁的男子急忙上前挡住 硬把小伙子拉走了 邱三也顾不得和这两个外地人理论 又来拉扯冯玉莲 冯玉莲又大声喊救命 被五十多岁男人拉走的小伙子 听见冯玉莲的喊声 挣脱五十多岁男人 又转身来救冯玉莲 放手 小伙子大喊一声又挡在邱三面前 邱三一看又是刚才那个 多管闲事的小伙子 恼羞成怒 从腰里拔出一把刀子 对小伙子说 我看你今天是活腻了 说着就拿着刀子 向小伙子身上乱透 小伙子避开邱三的刀子说 难道没有王法了 你今天不放了这位姑娘 我就不走 邱三虽然一只手拿着刀子 但又怕冯玉莲跑了 所以另一只手 还抓着冯玉莲不放 那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也返回来继续劝小伙子走 邱三见这样僵持下去 不是办法 便一边挥舞着手中的刀子 一边拉着冯玉莲往后退 一直退到一个墙根没了退路 恼羞成怒的邱三突然把刀子架在冯玉莲脖子上 对小伙子说 你要再不走 我就捅死他 冯玉莲吓得尖哭起来 你放了他我就走 小伙子寸步不让 你别逼我 邱三说着把刀子往下按 这时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条黄蛇 爬到冯玉莲身上 吐着长长的杏子 冯玉莲尖叫一声吓得晕了过去 邱三条件反射一样 拿刀子准备捅蛇 黄蛇突然向邱三的两腿间发起攻击 然后就不见了踪扬 只听邱三大叫一声 放开冯玉莲 疼得满地打滚 小伙子赶紧抱起昏过去的冯玉莲 和五十多岁的男人离开此地 来到一个人少的地方 小伙子放下冯玉莲 二叔 他没事吧 五十多岁的男人说 没事 他是受了惊吓说着轻轻拍着冯玉莲的肩膀说 醒醒姑娘 醒醒姑娘 大约二分钟后 冯玉莲醒了 看见眼前的这位恩人 便连连叩头邪恩 那个流氓呢 冯玉莲问 被蛇咬了 疼得遍地打滚呢 这是罪有应得 小伙子说 姑娘怎么一个人出来 刚才多危险啊 姑娘家在哪里 我们送你回去 小伙子的二叔说 我家就在前面村子里 本来想出了透透风 不知不觉久来到镇上 却遇到坏人 要不是你们 我就惨了 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听口音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冯玉莲说 我们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 我们那里发大水 房屋也被冲塌了 只好出来找个能干活 供吃饭的地方 避避难再说 五十多岁的男人说 太好了 我家正好想着干活的长工 你们跟我走吧 我正想着怎么报答 你们的救命之恩呢 冯玉莲高兴地说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不需要报答的 五十多岁的男人说 我叫冯玉莲 还不知道怎么称呼 你们两位恩人呢 冯玉莲边在前面带路边问 我姓钱 叫钱复明 这是我侄子 钱二龙 五十岁男人说 那我叫你秦叔 叫他二龙哥吧 冯玉莲说 好 大户人家的姑娘真懂事 五十多岁的男人说 不久 就到了冯家娃冯玉莲家 冯玉莲对父母 讲了两位恩人救他的事 又说了他们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 想在这里找活干的事 冯老三对女儿的两位恩人千恩万谢 当即答应他们留下来干活 并设宴招待了两位 于是 钱叔和二龙就在冯老三家做长工不提 冯玉莲这次虽然受了惊吓 但很快就没事了 也是上天有眼 听说那个地痞流氓秋三 被黄蛇咬了命根子 虽然保住了小命 但一辈子不再能祸害年轻妇女了 也是报应 话说冯玉莲由于是十里八乡第一大美人 又琴琦说话样样精通 来提亲的达官贵人依然络绎不绝 其中 有两家势力比较大 一家是仙太爷的公子 一位是本县最大的财助公子 仙太爷有权有势 大财助有钱有势 其他上门提亲的人家 看到这两位也来提亲 便纷纷退出提亲队伍 不敢造次 于是 仙太爷便和大财助按理斗起全和付来 仙太爷派人向逢老三送上片礼清单 一万块大羊 三百亩水地 一百匹铃罗绸缎 其他猪牛马羊若干 大财助也派人向逢老三送来片礼清单 两万块大羊 四百亩水地 一百五十匹铃罗绸缎 猪牛马羊若干 仙太爷一看 又派人二次送来片礼清单 除了前面的礼品以外 丰逢老三原外职位 这个大财助应该办不到 大财助一看 仙太爷出了绝招 又派人向逢家送去片礼清单 大羊三万 水地五百亩 铃罗绸缎三百匹 猪牛马羊若干 金银首饰若干 然而 没过多长时间 大财助的公子被县衙抓捕 理由是反对心政 大财助知道各种原因 但粗胳膊拧不过大腿 知道斗不过仙太爷 花钱将儿子弄出来后 也不再去冯家送片礼清单了 这样 去冯家提亲就只剩下 仙太爷一家了 冯家也没有理由再推辞 只是冯玉莲死活不同意嫁给 仙太爷公子 一来这种花花公子根本靠不住 不可能对他忠诚不二 不仅会再娶三妻四妾 而且还会到处拈花惹草 第二 嫁到这种有钱有势人家 公婆不会对自己好 第三 最主要的是冯玉莲 根本不认识仙太爷的公子 没有爱 这可难住了冯老三 又不敢得罪仙太爷 又不能硬逼宝贝女儿 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这天 仙太爷又派人来催 并说五天后就将片礼送上门 这可怎么办 冯老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冯家虽富甲一方 但总理没有能给冯老三商量出主意的人 冯老二人老实 而且胆小怕事 找他商量还不如找邻居 冯老三突然想到长工前书 感觉他虽然在他家打工 但不像是个普通百姓 而且人品没有问题 于是 便找来前书 把仙太爷提亲和女儿死活不愿意的事 对前书说了 并说明天就是第五天了 问前书该怎么办 前书说 这事的确有点难办 只能听天由命了 不过 什么事不到时候都可能有变数 看天一把 这还不如不说 前书并没有给冯老三献出什么好招 但他说的也不无道理 人家仙太爷有权有势 无人敢惹 谁也没办法 除非你家有比仙太爷还大的官 可他最担心的是女儿想不开走极端 看来 还是多劝劝女儿才是上策 冯老三就和妻子 开始轮番给女儿冯玉莲做工作 最后连上吊自杀的办法都用上了 但冯玉莲依然不肯答应 而且也以自杀来反抗 不过 冯老三和妻子知道女儿的脾气 他说自杀就一定做得到 那明天人家就来下片礼了 你说怎么办 冯老三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们要敢逼我 我就死给他们看 冯玉莲说 这可万万使不得爱怜儿 冯玉莲的母亲哭着说 父亲 母亲 我见过仙太爷的儿子 也知道他是什么人 这种花花公子打死我也不会嫁给他 冯玉莲说 没办法 冯家人一夜无眠 第二天 冯老三家门前人山人海 镇上的人都知道仙太爷的儿子 要娶冯家女儿冯玉莲 今天要来下片礼了 人们都想看看 仙太爷的片礼有多丰厚 在通往冯家大院的路两旁 站满了看热闹的人们 五时左右 远处响起了唢呐声 接着就看到浩浩荡荡的 宋聘礼队伍 有十几辆马车 拉着几十个箱子 后面是几十个人 抬着各种聘礼 走在最前面的是 骑着高头大马的 仙太爷公子 然而 当送片礼的队伍 距离冯家大院 还有一百米的时候 突然停住了 唢呐也不吹了 而且送片礼的队伍 出现一片混乱 前面的马车的马兽精 拉着装满片礼的马车 四散跑去 后面抬片礼的人 也扔下片礼四处逃窜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 当仙太爷公子高头大马 走到距离冯家大院 还有一百米的时候 突然不知从哪里 爬出来一条十来米长 水桶般粗的黄色巨蟒 旁卧在路中央 头向上立着 张着血盆大口 露出长长的毒牙 挡住了去路 仙太爷的公子 当即受到惊吓下 从马上摔下来 口吐白目 不省人事 半天才被随从台上马车拉回县衙 后来听说 在全县最好的大夫救治下 人虽然醒了 但却彻底傻了 再后来 这件事成了该县最大的新闻 也成了最大的名 有人说 这时县太爷作恶太多 上天对他的惩罚 有人说 巨蟒者 龙也 龙者 王也 巨蟒凸现 乃真龙显灵也 到底是什么 最终是个谜 最奇怪的是 巨蟒出现不到三个时辰就不见了 当时由于场面混乱 谁也不知道 那条黄色巨蟒去哪里了 冯家娃的人惊奇不已 他们这里是北方之地 自古以来从未见过巨蟒出现啊 而且还是一条黄色的巨蟒 冯老三更是惊奇不已 简直就像做梦似的 到现在他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难道自己的女儿真的有上天保佑吗 他和妻子赶紧在家里烧香磕头 感谢上天保佑 但他们又担心 仙太爷会不会因此报复他们家呢 仙太爷本来想找个借口 治冯家的罪 毕竟他儿子是因为给冯家送聘礼 才被吓傻的 但由于儿子成了傻子 一气之下也报病身亡 冯老三听说仙太爷也报病身亡 这才放了心 但他不由想起姓前的长工说的话 什么事不到时候都有变数 现在还真的应验了他的话 还有他的纸子前二龙 虽然憨厚老实 但也生得眉清目秀 一表人才 他隐隐约约感觉 女儿玉莲对这个二龙很是上心 他想起女儿 不止一次要他别给二龙派太重的火 而且经常把家里好吃的拿给二龙吃 还背着母亲偷偷给二龙做鞋 女儿绝不能嫁给长工和伙计 传出去人家会笑话的 冯老三也背后问过女儿玉莲 玉莲说 哪儿的事 她是我的救命恩人 对她好点也是人之常情吧 女儿这样说也在理 冯老三虽然这样想 但还是有点担心 那么 冯玉莲到底有没有这种心思呢 有 自从二龙和前叔救了她 她的确对二龙有了好感 她没有她父母那么严重的传统思想 只要二龙愿意做上门女婿 她愿意嫁给二龙 但她一直不知道二龙对她有没有意思 几个月后 冯玉莲外婆家有事 冯老三和妻子要去帮一天忙 嘱咐女儿看好家 也嘱咐二龙和前叔照顾好她的女儿 那天晚上 突然下起暴雨 雷鸣电闪 冯玉莲下的直叫唤 前叔和另一个长工 去牲口棚看看房子是不是漏雨 屋里只剩下二龙和冯玉莲 二龙听到玉莲的叫唤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赶紧冒雨来到玉莲房间 才知道玉莲从小害怕打雷 过了一会 雷声小了 二龙说 没事了 我该回我房间去了 天不早了 你也休息吧 不 二龙哥你不能走 我害怕 冯玉莲这样说 一是的确害怕 二是想试试二龙对她究竟有没有意思 这怎么可以 孤男寡女 相处一世 又是一晚 不合适 不合适 二龙赶紧说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一个黄花闺女都不怕 你怕什么 冯玉莲说 不行 真的不行 玉莲妹妹 你父母知道了会把我撵走的 二龙说 没事 我要是不念你走 他们不敢 冯玉莲说 那也不行 一旦传出去会坏了你的名声的 你以后还怎么嫁人 二龙说 嫁不了就不嫁啊 我正不想嫁给别人呢 反正我害怕 你不能走 不然 我父母回来 我就说你不管我 让他们撵你走 冯玉莲的话 已经很明白了 二龙再傻也不可能听不出来意思 那这样吧 你把卧室门关上 我就在外面客厅睡一夜 二龙说 听话听音 锣鼓听声 冯玉莲心凉了半截 这个傻子 难道我冯玉莲配不上 你这个小伙计吗 但没办法 只能让二龙在外面客厅睡一夜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几个月 有一天 前叔说家里有事 要回去几日 冯老三给前叔准备了一些盘缠 又用马车将前叔送到县城 十天后 冯迦娃来了一大队兵马 前二龙被这队兵马接走了 这又成了冯迦娃甚至这个县最大的新闻 但那个前叔却再也没有来冯迦娃 这几二龙究竟是什么人 谁也弄不清 就连冯老三也是原理物理不之所以 又过了几天 冯迦娃又来了一大队人马 到了跟前 人们才知道这是送片里的队伍 片里是那个县太爷家的十倍也不止 冯迦娃有名的铁蒜盘冯迦娃这样说 人们比较相信他的话 反正冯老三门前车水马龙 又过了几天 来了更大的迎亲队伍 有人看见那个新郎官很像前二龙 但也有人说不像 铁蒜盘说 这迎亲队伍的车马应该是朝廷的车马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